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 又得到1分 9比14 对 开机的优势里面比较多 所以印尼得要快马加鞭的赶 大林的行动还不过往 等着想没跑过去 东方出面的时间还是以空着为主 大林的行动还不是很多 想是不是要留点体力到第三局 这两天这两队都打的比较艰苦 昨天都是3比2 都是打满5局 16比9 单代领先了7分 这些是节内 这个电子要不开 这些上网来不及了 10比16 印尼落后了6分 5分 又是1分 这局已经打了两个了 滚了两下再往上点两下 然后还是落在了里面的检查 这人球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二局一上来丹麦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感觉 然后这样来打 而且看出来丹麦的进攻的力道 还是我觉得更强一点 对 比印尼这一队人家说力量还是要强一些 印尼的它的特点就是在前半场 拼抽 拼打这种就是它的特点 那么拉掉起来 拉起来以后这优势就在丹麦这一边 沙车的力量不是很大 对 来 欧洲的女选手 他在往前跟着,他会手软,有机会的话就会弄一些技术 像中国的这种变化,他不是说非常多 中国的选手可能搓一下,或者挡一下,够一下 中国的混双是分工比较明确 又可以站在一队,往前抓住机会 我们这一集,本来蛋白取胸的可能性很大了 很干脆,没过零了,直接拍死 这局印尼落后的还是比较多 这局印尼落后的还是比较多 女学生在后场,他只能把球拉起来 他基本没有进攻能力 这也是欧洲女学生要在后场,基本上大力扣杀比较多 对 球,当然是拿到了这个局的 第二局的局点 前两局的比分相差都很大 对 完全相反 各打一击好球 很有意思 漂亮 非常漂亮 也是幸运化 其实这一局里头,丹麦有好几个球 对,就是魂网人还是比较多 幸运女生站在他们这边 最后丹麦是以21比11,领先10分 取得了这一局的胜利 那么本双的比赛现在打成第一屏 要看第三局决胜局了 希望第三局双方都能发挥正常水平 然后来看一下郑州市的这位网友说 丹麦队是很有实力的 对中国有一定的威胁 当时现场看呢 这个网友刷新一下 刚刚突然跳走了 当时现场看了盖德同化般的逆转韩国 真的很精彩 谁胜谁输无所谓 最主要的是有精彩的比赛在对我们 是的 那样的这样享受比赛就可以了 盖德的比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 昨天跟中华台北的比赛 也是向来先输了一局 逆转取得胜利 对 已经35岁了 还在继续征战 非常不容易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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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各国的水平也提高的非常快 嗯 嗯 好 三季比赛开始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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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得一分 因为这一队对进攻的实力还是比较强 看广州的朋友们盖德今天上场了盖德是上场的 下次木槽后面的男子兰断 就是于皮克盖德对着伊妮的新郎传统 这种球要拉开打起来以后呢 应该说义宁不太占便宜 但是要打出这种刚才讲刚的无果王风王这种球 应该说义宁还是比较他的优势比较的 我们从这方面来往他的平抽党应该说 两位队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1 这个落点还是比较好 这一局第三局上来就是正常的打回了 没有我说你理解奥国人 没有我说你理解奥国人